VBA的話呢 基本上呢 它當然相對於剛剛這一些方法的話 絕對是效率一定是提高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把像函數 快速的轉變成VBA 那當然坊間的書籍也有寫 蠻多的 不過你會發現你看完書你還是不知道怎麼寫 那我這邊只是提供給你一個 我覺得是相對起來是最簡單的方案 最簡單的喔 而且程式不多 三行 就那三行 而且前面都有講過 比如說第一個請都會複製一個工作表過來 OK 按住嘛 然後二的話呢 把這邊改成VBA 再來的話我希望做出先做這兩個好了 這個跟這一個 馬上可以Walk OK 相較於剛剛這個的話 如果你要再做一遍 比如每一次又有新資料 那你豈不是又再做一次 那如果 VBA寫好的話 那你就按一下它清楚 重新再 輸出就OK了 那這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如果是按鈕的話 那你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那因為我們這邊都還原 所以其他命令嘛 一定要把那個 自訂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先打勾 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Visual Basic裡面 OK 做什麼呢 把程式寫出來 那我講過Visual Basic的第一步 我會先把它縮小 所以呢 我是建議各位慢慢養成習慣吧 因為太大 你會遮住 你看不到說你要寫什麼 那第二步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說 開起來之後 當然我已經寫好了 我先把它移除掉了 我重新再寫過 第二步的話呢 如果你要寫VBA 你要記得要插入一個模組 OK 所以一 我的習慣是 也許開這個吧 然後把它稍微縮小到這邊 二的話呢 記得就是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 每次上課也許你再多做幾遍呢 那三的話呢 就是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按鈕的名稱 那插入程序 程序的話 也許名稱叫 刮弧自串 底線公式 比較長一點 也就是說 將來這個按鈕上面的東西就是一個SUB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 這個名稱 把它打上去 底線 然後公式 刮弧自串 OK 然後記得用SUB 按確定 那它會自動幫我在這邊產生一個 所以呢 這個名稱未來 其實可以 把它跟按鈕的名稱 兩邊可以是一樣的 那再來的話呢 姿態小 工具選項 那撰寫風格呢 把它改一下 OK 把它改12號好了 OK 大概類似這樣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 第一階段 就是環境的準備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把剛剛講的 就是我要把公式丟到這邊來 那記得喔 上個禮拜講過 第一個是 回圈的範圍 For I 等於第2列 到第10列 也就是第1步啦 你先看一下 你要輸出到哪一列的範圍 2到10嘛 那就把這個 放到這兩個 那個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這樣就OK了 這個 For回圈的寫法 以後要慢慢習慣 最好這個 這應該要背起來的啦 這沒辦法 這個一定要背的 固定的規則 然後接下來都按一個 TAB 特別之外我這邊是有按TAB 這邊再按個TAB TAB的話是 裡面要做什麼事 就是幫我輸出資料到哪裡呢 Sales 一定是Sales 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1個儲存格 逗點 哪一列呢 跟他講說 我要輸出到什麼 前面 I列 後面是B郎 等於什麼呢 先兩個雙以後 其實兩個雙以後就是清除啦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它的話 它應該就是清除 所以其實你可以再把這一段 複製貼到底下 這個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 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就有個清除了 那我剛剛是複製 這一段貼過來 清除 那 上面的公式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公式丟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它會自動幫我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公式目前呢 我們可以切到前面工作表 的這邊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 貼上 但是複製貼上之前 我有講過 第一件事 對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要改兩個 有沒有 所以 一 請你把這個公式複製 二 記得取消一下 因為如果不取消 沒辦法切回去 再利用那個最簡單的工具 就是那個 我們的 複屬應用程式裡面吧 你就找一下那個 Microsoft裡面 我們的那個工具 裡面 Windows Windows這個 複屬應用程式裡面 找到這個 氣勢本 那你就把它貼上就可以 記得貼上之後 編輯裡面取代 把一個 變兩個 這樣就OK 這一招一定要學起來 取代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複製 貼到我們的 剛剛這個公式的後面 OK 然後呢 我們在 執行看看 那當然如果已經貼的話 第一步執行應該可以成功 但是你會發現一執行 奇怪 我有執行啊 可是怎麼沒有反應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 沒有刮核 那因為他底下每一個都是 直向這個 有沒有 都是A2嘛 A2 所以呢後面的話 如果你要讓他可以 往下 跑A3 A4 一直往下到A10的話 記得最後一步驟的話 就是要 把這個 2 有沒有這邊 A2好幾個 把它放個 I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好像上禮拜才講到 對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先講到這裡好了 所以我們待會希望 按下按鈕 自動輸出公式 畫面先畫給各位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沒有看到 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你游標放上去 他會看到東西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A2 應該要 要往下一個變A3 往下一個會變A4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 1 2 3 4個 A2 那你必須 在那個 2要把它變成I 那個2要變成I 我前面講過 因為他本身 如果在VBA裡面 它是一個完整的自串 OK 是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有點像一個蛋糕 這個蛋糕的話 你要放一個東西進去的話 你必須要切開 放在中間 OK 所以要切開放中間 就是 1 我前面還有講過啦 你可以暫時 如果不太 記得 你可以參考前面的影片 然後呢 我的原則 如果你先找到那個列號 也就是這個列號 通常會跟 這個值一樣 所以你也許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2 看裡面有沒有2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四個的話呢 都要變成一個I 那I不能直接放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自串 自串跟 跟那個變數 兩邊是不相容的 你必須要切開 然後前後串 M的符號 再把I放進去 所以做法上的話 我 1 先把2 選起來 接下來的話 你先 輸入兩個雙引號 兩個雙引號 其實它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 本來是一個連續的 把這個跟 這個分開 它現在已經變兩個字串了 兩個字串中間要放一個I的話 你要串 串的話呢 在VBA裡面是AND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AND兩個 這樣的話就是可以把I串在中間 所以I再把它放中間 這樣的話就 快大功告 再來的話記得就是那個AND符號前面要加空白 這樣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這個其實 多打幾遍之後慢慢就熟了 OK 慢慢就比較知道為什麼 當然你做一次之後 我是建議啊 這邊還有三個 你 不用重做啦 重做可能還太浪費時間了 但 如果你要複習就是 現在練手啦 把雙一號兩個 AND兩個 都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再空白 或者是說你乾脆講 直接把 雙一號到雙一號 複製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 2把它蓋過去 這樣會更快 不過我怕你會做錯啦 所以如果你怕會做錯 你就是 再把剛剛那個 再做一遍 那這一招很重要 為什麼因為以後 如果你這個不會的話 那以後你要把那個 裂號變動 就會有問題 OK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的 標準的 那個SOP的話 就是 VBA 把它 移到上面 然後插入模組 插入程序 對不對 然後這個程序裡面 就跑個回圈 回圈裡面的話 記得就是 先 輸入要輸出的 欄 其實這 結構當然就長這樣 Sales的哪一列 的哪一欄 等於 其實就長 所以你可以先把清除先做出來 複製一個 後面的話 這個 後面這部分 其實主要就是 如果你有雙一號就變兩個 另外的話 有列號就把它改成I 大概這樣 執行一下 執行 這樣就OK了 清除 好 再來的話 當然就是 把它變成按鈕 輸出 這個按鈕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是 插入 這個 表彈控制項 這邊按鈕 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放開的時候 其實跟 錄製劇集一樣 它會跳出來 你要哪一個劇集 按下它的時候是執行哪一個 聚集名稱 實際上這個聚集指的是Sub 我覺得應該改Sub會比較貼切 但它用聚集我們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把這個名稱選起來 它就會直接 當按下那個按鈕會直接執行這個Sub 那 因為我待會上面 那個按鈕上面它不會顯示正確的名稱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名稱複製 按個確定 按鈕4就把這個按鈕4 刪掉 貼上剛剛的名稱 這樣就大功告成 我們把它執行 OK看一下 裡面是公司 清除 也OK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延伸 如果我不要 用這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 好像這樣的方法有點取巧 好像 沒有寫到什麼東西啊 可是它為什麼可以變出這麼多花樣 那我覺得 還可以更好 那有沒有辦法 把它寫成就是 處理完之後再丟 不過等一下的 難度會比較高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剛剛講的這個方法 比較適合就是說 你已經會寫公式了 你那個已經有一個現成的東西在那裡 然後呢 你直接就可以執行一個回圈 然後呢 然後就 我剛剛講那兩個步驟 就是如果看有沒有雙引號 有的話變兩個 如果有裂號 把它改成I 這兩個步驟呢 把它做上去 那其實你的按鈕就產生了 而且未來 不是說只能輸出 單一個欄 因為我們這邊題目 剛開始比較簡單 未來如果你有很多欄 你可以 可以同時輸出很多欄 那如果說你要 輸出 之外 也可以把資料 丟到一個報表 上去的話 你也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因為VBA的話 其實就是 可以讓程式 越來越多 反正你只要寫在 那個 那個sub的名稱的下面 跟and sub上面 那你只要按下那個按鈕 他就幫你全部跑完就對了 也就程式越多 你能夠做的 自動化程度越高 不過剛開始 我們還是先從 簡單開始 那未來 都會從這邊 慢慢慢慢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不會一下加太多啦 不過也是慢慢請各位 慢慢要習慣 就是這樣的寫法 不會太多啦 反正寫來寫去就是長這樣子 頂多就是慢慢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所以請各位一定務必要習慣一下 像寫回圈 for i 等於哪一列到哪一列 你用看的 那個不是用 用背的 也不是 就是 還要在這邊切來 不用 其實就大概就直覺可以看得到 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瓜糊字串 輸出公式部分先試試看